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然后我们才知道 忏除业障 这是很重要的一桩大死 忏悔业障 怎么忏悔 还是一句老话 放下 不要再把这些大杂东西放在心上 心底恢复清静了 业障忏除了 业障不除 你的心怎么会清静 底下说 一项专念 本与弥陀 本愿第十八愿 顺念彼生之大愿 第十八愿里面 第一句是从十八愿来的 弥陀因中发 顺念彼生大愿 这是说临命中的时候 说什么样的人呢 一生没有闻到佛法 没有宗教信仰 临命中的时候 头脑清闲 一点不迷惑 遇到善友 遇到一个念佛的人 劝他了 念佛求生进土 他一听就相信 一听就愿意 那就真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生 就往生了 这个师生 静念相及 他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没有间断 这是 阿弥陀佛 本愿 偶尔大师 也是从这一页 为我们 说出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心愿这一步 真心切愿 但是他持命念佛 他静念相及 不过时间很短 他能成功 这是与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 古 行人发菩提心 异象专念 彼得往生 建筑 语言证 不退之妙古 语言证 三不退 谓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今中 上辈 中辈 即下辈 往生之人 借 由于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而往生 极乐净土 给 国家 隐形 究竟 方便 全行 弥陀 一尘 悦海 六字 鸿鸣 不可思议 至 为神 功德 这些话 这些话 是黄念工 苦口破心 劝导 我们 我们的 云 知足了 就怕 善根 福德 还差 那么一点 差这一点 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 这一生当中 把它补足 说得更近一点 我在今天 把它补足 我们求生的愿望 就达到了 如果不把它补足 这一生 很可能就空过了 像这种情形 我们自己应当能够肯定 过去生生世世 我们曾经多次遇到 为什么没有往生呢 就是 幸运 欠缺的这一点 没有把它补足 所以 还是随意 也流转了 我喜欢这个法门 那个法门很重要 还是搞这个 不像古大德了 古大德是 先把 净土 取得了 再搞其他的 你想 焦光大使 他取得净土 他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 来接引他了 取得了 但是他想到 冷言经的注节 有问题 古大的注节 都不是佛的意思 他向阿弥陀佛告假 我把这部注节 注好再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追求了 你看 这个就是 他取得净土 也就是 与自己往生 崩盖死 在这个世界呢 住的时间 长短 可以自在 想早一天去 行 能去得了 想帮助众生呢 再住几年 也不该死 这种功夫 行的 要不是这种功夫 那我们应当要记住 我们取极乐世界 是我们的头等大死 为什么 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祖师大德告诉我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那个悟 是大彻大悟 民心见性 尽性 成佛 不是一般的悟 真正彻悟之后 那就跟佛一样 世间 你四红十月里面 第一大远 众生无病 十元度 真能做得到 杜众生对自己 丝毫妨碍都没有 众生有感 你就有印 感应到交 绝不实实 我们在还原观里面看到 真念头一起 周变发界 我们赶这个念头 周变发界 变发界 虚空界里面的佛菩萨 这个菩萨是 发生菩萨 立刻就有印 我们有时候有求 没印 这是不是不灵了呢 不是 这些疑问 是我在促学佛的时候 我有啊 张安家大司 给我解释 不是没有印 有印 你没有感觉到 什么原因呢 你自己有业障 我们得看 比如说 我们得这个波 达到佛菩萨 佛菩萨有回印 回印到我这边来的时候 我有业障 所以自己没有感受 业障消除了 这个印就非常明显 佛师们中有求必应 感应的四里 也很深 佛哥我们说四中 随学佛 念佛 也是效应者 在经上说 念一生阿弥陀佛 小八十一节重罪 生死重罪 这才知道 念佛功德不够思议 古大的常识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我们念佛 为什么消不了这业障 我们的心不清净 我们的疑忆没断 啊 只有怀疑 有夹杂 而且也长长间断 所以 佛菩萨的印 我们就很难感受得到了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然后 然后我们才知道 灿除业障 这是很重要的一桩大死 忏悔业障 怎么忏悔 还是一句老话 放下 不要再把这些大杂东西放在心上 心底恢复清净了 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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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除 你的心怎么会清净 叙事精神 业障 稀奇 叙事是稀奇 通通要放下 换句话说 不要再去想了 不但是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记住佛的话好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既然是虚妄 你念他感受 你想他干什么 你念他 有造业 你想他 也造业 身口没有造业 你意在造业 意意不断了 身口造业有断的时候 睡觉了 身口不造业了 可是意还在造业 你念头不断了 换句话说 你还是 所谓的千长挂肚的 太多了 你放不下了 现在要知道 要想了生死 要想永远脱离六道轮回 佛菩萨 非常羡慕 希望我也能当佛菩萨 那你就得真放下 那你当不上佛菩萨 是因为你没放下 放下就当上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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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